大家好,我叫郑寒生,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居住在洛杉矶 当作家是我少年时的梦想 十三四岁的时候呢,我便和我的好友一同写杂文集和诗 但是呢,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 我当中学教师的父亲呢,就极力反对我当作家 而且呢,制止我写任何文字 他想让我有一个顺遂的人生,不想让我因文字而惹祸 那么,我那个梦呢,便真的是个梦了 而且没有再想 这些年,我还是在当年那位好友的影响下 又开始书写 我写的有心灵随笔,有人生故事 有怀念亲人和老师,也有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我想用每一个小故事来记录时代的某个画面 也记录长辈们艰辛的过去 同时,如果我的后人能够用中文来阅读的话 他们也会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去年疫情肆虐,我记录了医护人员英勇抗疫的情况 记录了ICU病房某些天的状态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实资料 也是用真实的小故事来反映历史的某个画面 做梦的时候呢,我还是个黄毛丫头 没想到头发白了,还真的出了本书 所以我特别感谢世界日报社能有一个出书活动 让我一元做家梦 也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和孩子们的支持 我的书名叫岁月 希望大家有机会阅读 我想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因为生活呢,会因为文字而精彩 生命呢,会因为文字而更丰满 谢谢大家